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变迁带来的安全威胁 城市的生活品质将备受挑战 这也使得智慧城市势在必行 其实早在2008年科技大厂IBM 就率先提出了智慧地球的概念 也就是要利用网络啦人工智慧 或者是云端运算等等工具 把城市里面的交通水利电力建筑物 医疗等系统形成有效率的互动 那么进而打造出永续生活的愿景 近年来除了政府在积极努力之外 民间企业也投入其中 尤其有很多的造证计划 一开始就着眼于智慧城市 今天我们节目将带您到 竹科附近的造证计划深入了解 一开始则是先来看看他山之石 比如说韩国的松岛就砸下了400亿美元 建造号称是全球第一个智慧城市 结果却变成了一个世界知名 却不太成功的案例 至于在日本做电气起家的松下 也跨界打造出永续智慧城市 成效又是如何呢 我们先看报道 号称能让不同世代共同健康生活 全新的智慧社区在大阪的吹田式诞生 而且打造这样一个永续社区的 不是建筑公司或是房地产开发商 而是以生产电器闻名全球的松下 从下电器走出舒适值 区域决心创造环保的智慧城 2014年在距离东京车城 大约一个小时的藤泽市 成为松下第一个永续城市 副社长公布强调 跟一般房产建设不一样 松下更重视智慧城的管理 还有营运 很多独特的科技功能 都成为旗下智慧城的一大卖点 就像很多想象中的未来城一样 藤泽智慧城的路上 还多了机器人再到处穿梭 无人货运机制 在智慧城里也展开测试 博士只有松下 包括丰田等日本大企业 也陆续跨界投入打造智慧城 打造智慧城市是全球的趋势 我们来看到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 他们做了一个 2024年的全球智慧城市指数排名 第一名是哪里呢 就是瑞士的苏黎一市 第二名是挪威奥斯陆 再来是澳洲坎培拉 以及瑞士的日内瓦 以及新加坡 这是前五名 我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的台北市名列16 跟2023年的排名相比 大幅攀升了13个名字 到底怎么做到的呢 有关于智慧城市 到底要怎么样规划 怎么样来实践 我们今天就举实际的例子 带您一起来关心 首先来介绍两位来宾 第一位要介绍的是 贾山林建设公务部总经理 李正峰 林总经理您好 大家好 是 再来要介绍的是 深讯数据科技的总经理 李高次 李总您好 大家好 是 李总您同时也是 ESG永续规划师 同时也是智慧建筑顾问 今天来跟我们分享 首先我们就来请教一下 一座智慧城市 到底应该包含哪些面向 有一个摩天轮 可以来参考一下 这是国际城市策略师 布特高汉 他所提出的智慧城市轮 您可以看到六大面向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交通 生活 还有环境 经济等等 当然一个智慧城市 也要有智慧的市民 跟智慧的政府咯 好 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李总 刚刚提到了台北市排名16名 对不对 而且这个排名 居然赢过哪里呢 南韩的首尔 赢过了大陆的上海 还有香港等等的地方 到底是怎么样做到 做得好的有哪些呢 我们基于一个智慧城市 在规划的阶段 我们也参考了很多国内外 各种智慧城市相关的规划 举个例子 像我们在瑞士 苏黎士 它有做了一些蛮有趣的一些应用 它在一个时速20公里以下的 设备上面 装了说智慧影像分析的设备 它用这个来去分析 全城市的 我们称为叫 垃圾的热曲图 从这个热曲图里面 它就可以去调度 它现有一些清洁的资源 达到最有效的一些使用 当然在日本东京 他们做了一些 也有很趣的应用 就包含像是他们在预测櫻花的开花 我们常常在谈说 智慧城市难道管到一个花开不开吗 其实它影响很大的经济的活动 包含我们能够让民众 得到很大的幸福感 他会知道什么时候花开 周围的店家也可以依照 这样的人流来决定他的所谓的备货 相关的一些产品的准备 这都是一些应用 台北市其实比较不一样的 其实在于说 像台北市的库克云 它连续两年获得IDC的大奖 它其实就是解决 我们所谓的叫做 教育城乡之间的教育落差 它藉由一些线上线下的 双向的整合的教育 就包含我们在新竹智慧城市 也在顾虑到一些教育上面的 资源的一些提供 但是我们回到台北市 为什么它可以好 其实台北市 有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设施叫做 它在智慧城市办公室里面 它连结了教育的 我相信500家全台湾 最先进的ICT的产业 连结它内部30个不同的部会 建立了它等于提供政府很多的 像场地去做一些 我们是叫POC Proof of Concept 所以像目前就有170几个专案 正在被执行 所以这就是一个台北市 我觉得一个非常值得 借鉴跟学习的一个地方 的确 我们生活在台北市里面 可是都不知道说 其实这个智慧城市 默默在建造当中 而且也藉由这些先进的科技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 那么林总 你们目前正在新竹宝山 也在建造一个所谓的智慧城市 就是以智慧城市作为目标 对不对 听说总共有18万坪的土地 已经是相当于二分之一个 台北新医区那么大小了 对不对 好 新建智慧城市到底要注意什么 你们希望能够提供给市民 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环境 我们想要打造四个部分 都把它作为我们这个主轴 第一个就是这个城市 它一定是要 第二个它一定是要 第三个它一定是要 第四个也就是我们最重是 一定要让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 有 所以我们针对这四大主题 我们也规划了18个AIOT 准备在这四大主轴 把它整个播化出来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好不好 就是如果家里头 比如说有小朋友 像些可能在新竹地区 很多都是就是年轻的爸爸妈妈 会带了有小朋友 那小朋友如果比如说 他在公园里头玩耍好了 那想象当中的这个智慧生活 会是长怎么样子的 是的 那我想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我们有一个 八大主题公园叫运动公园 那运动公园里面呢 会很多小孩子在玩耍 那我们有可能有沙丘有什么的 那我们可以透过智慧监控的方式 比如说你的孩子到那边去玩 我们可以取得信息 我的孩子是在那边 甚至孩子如果跌倒受伤了 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都取得这样的一个讯息 那我想最后我们不管用了多少的科技 其实我们最终还是要让这些科技 回馈到每一个市民的幸福感 好 当然要成为智慧健康城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那就是绿地的面积 我们来看一下世界卫生组织 他们就建议了 每一个乡镇城市至少应该要有25.6% 也就是将近四分之一的绿地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可以减少损失6.7年的健康寿命 也就是住在里头会更加的健康长寿 另外整体的产值也能够提升 问题是根据成大研究团队所做的报告 全台湾居然有50个乡镇绿地面积比例 是没有达标的 那么现在在造证的过程当中 绿地是不是已经成为了 大家重视的一个趋势 列入优先考量呢 又要如何的引进AI的管理 来进行全方位的管理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导 我名叫Lisa 是智慧全区的AI大脑 把人工智慧具象化 科幻电影情节真实上演 这是新竹宝山健康智慧神的 AI大脑Lisa 相当于社区管家 管家范围从城市交通 路灯消防单车使用 访客引导到健康环境 通通都有 要节能真的不容易 因为这块基地有18万坪 光绿地就占了14.7万坪 是两个大安森林公园 而这样广大的绿地 里头的一草一木 通通都经过深思首虑 我们基地本身 其实通天盛行的 就是东北季风跟北风 然后夏季盛行的是西南季风 所以整个场地 其实它在风廊上 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 风廊的一个系统 那我们整个 这大的绿地的布置 所以沿着主要我们的 这个林荫大道来布置 那这个布置方向 主要都在我们整个基地的南面 那它就是阳光特别好的 这种南面的这种阳光 配合风向日照 能够享受阳光绿地 还有视线上 这片绿会一路延续到 雪山山脉 要开始去把 这些植物在引进来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 如何能够 想到未来的这种管理 跟智慧节能结合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想 我们植栽第一 一定要适地适中 那我们就会逃选大量的台湾的原生树种 从周边的这整个山林环境里面去看 比如像我们的浅山地区 大部分都是张南科的这些树 能够适地适应去种 维护上降低人力成本 再考量到风力雨量 气候流动性 植物选择上得注重抗旱特性 在节水上能够起到关键作用 那智慧气候自然会侦测出 现在的这个温度 湿度雨量 来决定说 到底需要 我们现在植物喷灌 到底需要暂时停止 下雨天的时候我们就不浇灌了 然后多少时间 呈湿度或者是干燥成度太高 我们就要加强浇灌 就像大萤幕上看到的中控中心 每一格都像一间子公司 浓缩到城市居民的平板上 透过LISA串联发动指令 就连一根路灯都身负重任 智慧路灯上面有智慧影像分析 我就可以去分析 我的这个 现在这个运动场有几个人 那如果它还是空的 我就人就可以过去了 城市里的智慧路灯 不只提供照明 还有智慧语言分辨人 车 物体 事实 事所发出通报 特定区域的路灯 还设置数位资讯推播 5G为基地站 甚至就连环境噪音都能分析 用AI进行健康环境管理 透过平板一目了然 人与环境的关系更加紧密 AI科技有效节能 全方位便利生活 在智慧健康城中 成了人们最亲密的生活伙伴 其实在疫情过后 有专家已经观察到了 很多人在选择住家的时候 不再只是说选一个 回家睡觉的地方了 对不对 更加重视的是 长时间生活场所的品质 其中就包括了空气品质如何 水系统如何 绿建筑 这些都是一个重点了 好 我们刚刚看到了 18万坪里头 居然有14.7万坪的绿地 我们把它换算一下 比例就将近有八成 对不对 可是刚刚对照一下WHO 我刚刚也提到了 是四分之一左右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 有点像绿色奢华 对不对 好 那这种情况 应该不多见吧 林总 您处理过很多的case 这应该是很少见的案例 对 确实 其实要打造一个这样的城市 它其实也是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 面积要够大 第二个 它建筑的容积力要够低 也就是说我同样一块基地 它可建筑的楼地板面积 是不能太高的 如果太高 你大概这个绿负率 就会降低了 所以可见这个在未来 整个台湾里面 要取得这么大的一块基地 它的容积力要这么低 其实是不多见的 我想绿负率高 又具备这个效率安全 健康及幸福感的城市 我想一定是未来的趋势 另外我们刚刚在报导当中 也看到了超级AI助理叫做Lisa 对不对 其实就是Lisa你们所设计的 我们家里头也有智慧影响 很多人家里都有智慧影响 到最后我最常用的就是 请问天气怎样 明天的天气 然后他告诉我几度几度 我就开始准备我要不要带伞 我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这样子 但是你们的智慧助理管的事情 可就更多了 除了刚刚讲的基本的天气资讯之外 还有包括地震 最近大家很紧张 另外还有噪音吗 还有紫外线还有雨量这些 通通都有进阶的资讯吗 另外还看到了 有所谓的无人机 请问一下那个智慧无人机 可以担任什么样的业务 是 当初我们在谈 AI智慧城市的时候 大家对AI的定义是一个名词 只会在电影里面看到 OK 所以可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当年2022年11月 地球上发生了人类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算是革命 就是CHET-GPT的诞生 让大家重新去看待原来AI 离我们这么近 而且真的可以做到很多 我们以前所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当时在Saint-Ottoman 就是所谓的CHET-GPT的支付 他谈了一个叫做万物的摩尔定律 就简单讲这个宇宙 每隔18个月将要增加一倍的 AI的设备 所以当它到了一定的密度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到另外一种情境 叫做服务的成本降低1000倍 而我们的服务的品质提高1000倍 所以回头的结论就是 我们在谈的叫做 智慧化或者专业化的服务 它的成本会接近于0 OK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发展 AI怎么进入到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就借由这样的框架 往下里面有一个包括 开放所有平台之下 才会有刚刚林总所讲的 所谓的环状光线网路 再连接到我们所有的AIoT 这AIoT每一个数据 必须要能够互相沟通 所以我们就连接到 包含我们的智慧路灯 包含到我们的所谓的无人机 他们就会解决我们很多的 包括安全的问题 包括还有交通的问题 甚至无人机的应用 还可以用来侦测 我们的湖泊的有氧化 我们的植物是不是有枯死 甚至我们的太阳能板 有没有损坏的风险 这个都是很多的应用的可能性 这个就是有点像我们的千里眼一样 从顺风而来看的话 包括刚刚讲的气象战 或者是我们讲的地震侦测 在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像地震的模型 我们参考了全球 大概800多个地震模型 从这地震模型里面 我们会知道说 其实地震有一个叫P波跟S波 P波的速度会比S波快 但它破坏力很少 所以我们利用侦测这样一个P波 可以提早来通报我们的居民 做必要的一些准备 科技创新真的很重要对不对 另外一个就是ESG的浪潮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证 像您也是其中的顾问之一 就是UL健康建筑认证 我觉得蛮有兴趣的 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叫做 UL健康建筑认证 因为现在也满常听到了 开始渐渐大家会知道就是说 我在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会需要一个公正的第三方 来做认证 这个认证有五大标准 其中包括了空气系统 光系统 水的系统 声音的系统 还有建筑卫生的系统 这五大面向 另外在台湾 其实听说有两个说 率先得到了这个认证 两个建筑 一个是南山金融中心 另外一个就是爱山林企业总部 爱山林企业总部还是一个新的 对不对 刚刚落成的一个新建的一个大楼 我们就来请教一下 这个UL到底是怎么样认证出来的 OK 我们先谈一下UL的代表性 其实UL它其实是美国安全实验室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权威的一个 安全的标准 我现在如果谈得太高 太大上 大家可能不一定听得懂 但是大家把你的笔电 把你的变压器 一些家电拿出来 后面常常有UL这两个字 你就知道它其实是个非常历史优秀 而且具有非常权威的一个单位 好 那回头我们谈到健康 建筑认证这件事情 其实主要还是在COVID-19 COVID-19其实会造成全球 对健康环境的认知的提升 而且最近这几年来很多的研究单位 包括哈佛大学 包括WHO 尤其像WHO在2016年 还特别针对所谓的空气污染 对新生儿所造成的影响 做了一份很详尽的论文报告 里面有谈到包括它对孩子的心血管 呼吸系统 甚至致癌 都有很大的影响跟风险的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 对我们人的影响其实非常的巨大 所以在这边就UL的部分 这认证的它的程序跟它的标准的要求 是follow美国EPA 包括WHO相关的一些标准 所以它是具有非常大的可信度的 好 那我们回头来看 其实它也对标到ESG 包括像我们全球在Grasby 这些所谓的相关的标章里面 它都会有一个基于我们称为叫 效能指标里面的环境 这就对标到我们的ULO建筑建筑 不过这样子盖起来应该会特别的困难 对不对 因为要符合标章 那讲到这个盖房子 当然我们就要来请教专家 就是公务总经理 那这个以爱三菱企业总部来讲好了 在盖的那个过程当中 为了要符合这个UL的标准认证 所以听说这个时间 还有本身建材的一些成本 都会大幅增加对不对 那么有哪一些部分是会增加 还有为了要符合标准要避开台湾建筑物 有一些以前固有的习惯 又包括了哪些呢 因为这一次我们是取得T3 所以它的等级是比较高的 所以相对来讲 它对于整个的要求 数字也就特别的严谨 但难的是什么呢 难的是这个东西在整个界面的整合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你的造价提高以后 所衍生性的成本 你供期延长以后 所衍生性的时间成本 其实对一个企业也好 或者是甚过未来想要去取得 这样子一个认证的人 他都是一个考验 所以我们在这边特别花了 非常多的功夫 在施工界面的整合 以及未来它的维持费用 因为各位要知道 我们任何一个建筑盖完以后 最后都是要移交给这个管委会 所以未来的维持成本 是他们在执行 如果你太高太困难 其实他们最后是会放弃的 就举个例子来讲 以前我们常常在外墙 做灯光计划做得很漂亮 但你如果不把它的这个 Timeout把它控制好 它的灯源把它控制好 让它能够再节省成本 又能够达成这个建筑外观的美学 它最后管会都是把它关掉 对 那我们为了这个永续在经营上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 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光这一块可能跟这个机构 来来回回 可能将近快六个月的时间 才取得这样的一个共识 当然智慧城市大家都会觉得 好方便 好棒 但是也有人会担心 智慧城市的部署 为什么呢 因为里头就会有很多什么 监视器 感测器 另外一个就是数据的收集 很多人就说 我干嘛要让人家 收集这么多我的数据 就会觉得我的隐私 是不是遭到侵犯 这一点的话 在建构一个智慧城市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已经开始 优先去考量这些问题了 其实国际基于这样的一个 趋势的方案 它定了非常多的规范 包括我们在谈的ISO的27001 27701 再至于咨询安全 以至于个人隐私性的一些管理 它其实包含有一些 包括加密 或者是所谓资讯流出的保护 还有甚至还有设定所谓的数据 所谓的数据保护官 这样的职位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套机制的 可是我们回头来看 我们给你一套机制 但是最后决定的是人 我们会决定价值观 就是我要什么 我不要什么 所以我们需要 让我们的居民去了解 智慧城市它对它的利益 这利益是什么 包含可能是从 健康的角度 安全的角度 刚刚谈到效率跟幸福 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说明会 让他们去了解 我们现在的最新的进展 以至于里面有对它 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好的坏的都要讲 好的坏的都要讲 我们简单的讲就是透明化 所以最后最重要的核心 还是我们在谈的 也就是现在政府最缺乏的 就是所谓的全民的共同参与 我分享一个有趣的例子 给您听一下 其实我们在谈智慧路灯 智慧路灯其实它是具有 我们称为叫智慧影像分析 环状影像跟智慧影像分析 就有居民就问说 那我如果在外面抽烟 被看到是不是不太好 那你有没有办法给我提供一个 可以独立抽烟的地方 我举个例子就是 生活上面的一些应用 对 所以你会觉得其实 居民的水准很重要 其实你注意看 他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不是在讲说 我可以在外面抽烟 不是 他在讲说 你可以给我一个地方 所以这也给我们很多的 一些思维 我们刚才也讲了那个智慧轮 那个智慧轮里面 智慧城市轮里面 其实有一个部分就是智慧的市民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好 不过要建设一个智慧的城市 但是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 要讲究的就是绿色的工法 还有绿色的建材 现在这个也是新的趋势 另外今年大大小小的地震不断 是不是有新的防震工法出现了呢 我们马上回来 请别走开 回去然后看到家里 都厉害很夸张这样 就是不敢在里面待太久 会先摸一下 就感觉再摇一次就快倒了这样 花莲403强震后 住家出现超大裂缝 也让建筑防不防震 再度受到关注 台湾的建筑基本上都要做到抗震 因为有基本法规 只是说法规规定是法规规定 设计它一定会设计足够的钢筋量 可是重点在采发营造的时候 用最低价 最低价就不可能会有最好的品质 所以当然品质越扣分 主要风险在这里 怎么检视这些品质 现在房市中多了建筑履历 尤其预售屋还看不到成品 民众不妨上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的 建筑工程履历查询系统 掌握房子的生产过程与进度 为了更完整的建筑履历 建商端从建材 结构工程装修防水 每一个步骤都要检测拍照 开挖 整地 盖房 第一步骤就是下机庄 是建筑的基础工程 也是房子防不防证的关键 两层楼的透天别墅 这些别墅基本上它的构造形式 全部都是做成机庄 有机庄的房子就好像是说 在房子下面装了两只或是四只 或是每一个柱子下面 都装一只刚性的腿 那这种刚性的腿装到基础的研盘上 所以它基本上地震来的时候 它是跟大地产生相同的共振 不会产生不均匀的呈现 地震来时共振 房屋才不会有均裂的情况 这里是新竹宝山一个18万坪大基地 低密度开发的建案 3.3万坪建筑基地 不管透天别墅或是七层楼公寓 房镇的建筑工法都是从机庄开始做起 七楼的这个公寓的部分 这部分我们的结构形式是做法式基础 就是整个大的法机 然后再加上整个斜坡 我们做很大的法机 再加上有挖身的地方做一个key 就好像是我们鞋子的鞋后跟 然后砍到泥土上去 所以它在山坡地不会产生滑动 法式基础意思就是 全部结构柱都站在头一块大的基础板上 所以受力更均匀 地震来时整栋建筑 也就像是站在竹筏上 整体晃动耐震性能更好 加上这块基地坚硬地平 损与基桩扎实 房子不会上下滑 也不会有吐湿流情况发生 当民众在看建筑履历时 就要会看房子的基桩是什么工法 再来建筑物本身的结构 也有很大询问 从结构地平上来 筑金开始绑扎 再来是强金凉金 最后上模板水泥灌浆 跟一般木造模板不同 这里用的是铝制模板 它的稳定性高 承载力也较为足够 就是模板拆模之后 表面量好 我们仅需油漆披黑土白土 不需任何的泥做粉刷 即可完成 跟传统模板比一比 光用肉眼就能看出差别 物差低代表结构扎实 也就越坚固不怕摇 每一户拆模之后 都能马上测量拍照 记录到建筑履历上 而冠进铝模板的水泥 同样攸关房子的坚固性 我们的建筑物95%是由水泥来组成的 我们要要求它的流度工作性 还有它的均值 它的品质是不是均值 那再来我们的水泥量 跟我们的配比 是不是还有药剂 有没有符合我们要的东西 拉完之后看它的那个流度 55到60 我们允收的标准就是这个 这个滩度下来的时候 它展开的时候是55到60 那但是如果超过60的话 它会有力量分离 就是水泥跟石头会分开 这个叫做力量分离 这对混泥土是不好的 温度 氯离子含量也都要检测 就连有没有偷工减量 也能这样验出来 混泥土的组成有砂跟石头 它们都是天然的 所以有时候它们的材料不太稳定 但我们就是要检测说 它里面有没有杂质 建筑履历除了营建单位的记录之外 积合业务等其他部门 也要同步监督 这样才能确保施工品质 落实居住安全 2024年上半年 大家最有感的问题就是地震不断 没错 大大小小的地震 已经有一两千起了 建筑安全当然成为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这一点我们就来请教一下 公务总经理 这个是这方面的专家 好 请问一下 这个您自行研发了一个 好像防震工法对不对 听说这套工法跟传统的工法 有很大的不同 是不是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我想这个台湾卫属地震带 这个我们国内其实耐震工法 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 对于一个建案的一个规划 其实我们都会希望第一步 先把这个结构对称性 把它调整好 当地震力来的时候 它不会因为不对称的力量 而去产生扭转 这个是第一个根本 第二个根本 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个 在结构的检核方面 希望把我们已经很好的结构设计 但经过施工的严谨性 把它充分地落实 让它能够有一个SOP 像现在这个业界慢慢在重视的 就是这个所谓的建筑履历 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 因为我们其实你看 我们连现在吃一颗水果 我们都会在意它的生产履历 更何况我们有时候 花了一辈子的钱 才买了一栋房子 但你却不知道 它的整个生产过程 我想在这个知识经济已经爆发 在这个网路这么盛行 其实大家都有责任 把这个东西把它透明化 第三个部分 这个地震来除了安全以外 我们也要考虑到它的舒适度 像我们常常在看到 尤其最近地震完以后 各位去路上行走 常常发现有一些地方就 网子就围起来了 那个警示带就拉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上面在掉东西 在掉一些磁砖 其实这个老旧房子 再加上地震的摇晃 这个外面的磁砖 其实都很有可能会剥落 那原因是因为时间耐久性的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施工品质的优异程度 那我们为了降低这个 我们也去特别研发了一个 叫铝合金的扣件 那它大概有几个优点 第一个就是相对于传统上 我们在外墙贴砖 那我们用这种磅扣件 它是属于一个干挂式的施工 是长这样对不对 对 简单来讲就是它这个扣件 它会直接跟结构体连结在一起 传统上有一些贴砖 它是利用一个粉刷层 粘合在一起 所以长久来讲 以它的耐久性安全性来讲 这个东西其实是未来 这个在工法上长期可以使用 而且这个我们已经送到 这个国家技研中心 经过六强的耐震试验 而且是都没有破坏的 不过讲到全球趋势的部分 现在全球的建筑物 还有一个新的趋势 叫做灵碳建筑 到底要怎么灵碳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其实这个营建业 听说是碳排很高的一个行业 然后之后那个不动产的营运 就像您刚刚讲 有一些城市灯光打得很美 对不对 可是其实现在也会有一些疑虑 就是说你这个碳排是不是太高了 等等的一个疑虑 我们来看 全世界比较知名的灵碳建筑 在新加坡就有星斩银行 另外在我们的成功大学这边 有一个孙云学绿建筑研究大楼 这是很有名的灵碳建筑 从永续的观点来起教一下李总 灵碳建筑到底有哪一些特色跟优点 OK 我们先简单定义一下 灵碳建筑 其实灵碳建筑它有分两个 不同的生命周期 包括我们在讲的是 也就是房子在盖的时候 它所从材料到生产所产生的碳 第二个叫营运碳 就是你房子盖完的时候 开始有人入住了开始去使用了 一路到它的生命的结束 到它被回收整个的过程 叫做营运碳 这两个阶段其实 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它整个建筑占全球碳排 几乎到40%了 很大 其实其中有10% 就是来自于我们整个 隐含碳的阶段 另外的30%就是来自于 我们叫营运碳 所以营运碳其实占比较大 营运碳其实 我们从四个面向来看问题 第一个叫被动设计 被动设计就是说 你这种房子原本已经在哪一个纬度 哪一个坐向 开窗多大 墙壁多厚 用什么材料 已经决定了它会不会低碳 这是被动设计 主动设计就是 你里面所使用的空调 是不是一级能耗的空调 你用的灯是不是 所谓的我们叫节能灯 相关的这些使用的设备 这就是主动设计 好 这两个都有了以后 我们就往第三个来看就智慧化了 智慧化就是怎么去管它 在不同的系统之间 怎么去做所谓的协调 例如说外面的气候的状况 我来决定我的空调 因为空调它从所谓的冷房 耗能能比较高 可是它的恒温耗能能比较低 所以我在必要的时候 让它在冷房的时候 就慢慢的遇冷 而不是一下子走上去 所以这就属于在做智慧管理的部分 最后才缠到再生能源 简单讲就是你的毛巾一直拧 拧到已经不行了 那就只能够拿再生能源来补 所以其实它也是回归 也是到达我们所谓的政府 在谈的2050净银碳排的路线图 当然刚刚讲的还有很重要 就是我们在盖房子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要减少碳排 这一点就很重要了 就是说你营运当然是 营运碳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前面如果能够减碳的话就更好了 那这个就很需要这个绿色的工法 那如何来使用 比如说用铝合金模板 来代替这个所谓的木模板 对不对 他是说号称可以少砍多少 两万棵大株吗 另外听说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 光是这个玻璃的选用 阳台的设计 其实跟你的碳排也有关系 这又怎么回事 那我们来讲这个建筑材料工法的部分 我想这个个案我们特别采用这个铝模 那铝模它当然有一些优点 本身它也施工起来相对安全 那干净 它不太会产生一些废弃物 那它可以再回收用吗 是的 那它大概以现在的 大概可以用将近200次左右 对那即便200次以后 它可以融了以后 再回收将近80% 还是可以 再制 再运用 对 所以它这样重复 对这个整个环境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友善的 举一个个案当例子 就是在新竹 我们这边大概有一个 大概楼地板将近 62万6千米平方的楼地板 那以我算它的废弃物减量 大概可以减 大概10万4千立方公尺的废弃物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案子大概需要用到85万米平方的模板 如果我打八折 用八成用铝模来取代 算起来相当于要砍一千 一万七千棵到两万棵的树 我想起来就 头皮发麻 我们造了一个镇 结果就毁了两座 毁了一座森林 大安森林 对 真的 那它可以减碳 大概是四万两千到四万五千CO2的盾量 所以这个是相当恐怖的一件事情 刚刚主任提到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节能玻璃 它叫low-E玻璃 也俗称叫低辐射的玻璃 现在还有这种玻璃 主要它是在讲一个叫U值 U值它其实就叫做热传导系数 就是热传导系数越低那就越好 表示它热越不容易侵入到 我们的建筑屋里面 大概目前可以把 除了这些材料的东西 如果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设计手段 让这个也能够达到 达到这个减排的一个目的 我想每一个房子它都有阳台 刚刚都在谈这个绿腹率有多大 其实那个就到水平绿腹率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建筑屋的垂直绿腹率 所谓垂直绿腹率 我们就是利用阳台 我们做了一个降板 让它能够种树 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房子大概都三米多 其实树长不大 它也不容易茂盛 所以我们再利用一个错层阳台 就是阳台把它错开来 它就可以将近六米多的一个空间 可以去生长这个树木 就真的变森林了 它可以长高一点就对了 这几个模式 能够让这个垂直绿化 也更为丰富 也能够对这个整个建筑物的 这个绿化加分 同时也能够达到这个 减排的一个目的 原来这些都是有学问的 今天上了一课 才知道说建筑物有这么多的 这个Mega要来注意的 当然永绪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主流了 在杜拜他们也盖了一个 叫做永绪城 我们的记者曾经前往去采访 我们稍后就带大家一起来考察一下 到底杜拜的永绪城 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参考的方案 马上回来 距离COP28气候峰会现场不远处 有一座绿色计划示范区永绪城 整体设计仿佛室外桃源 500栋民宅加上11座温室 甚至还有马场 所有能源需求自给自足 可能不管是在五年前十年前 他们其实就已经开始这类的永绪的事物 所以像今天的这个永绪城市 它其实大概就是五年前开始的 就是很多永绪的作为 像是你的农作物自产自销 然后或者是你的能源可以自发自用 然后甚至有更多的供电 你可能可以就是供应周遭的社区 社区家用电量达到六成 公共区域的太阳能板发电量 补足剩下的四成 除了开源也要节流 家用污水除了导入社区池塘外 更是园区内种植植物的重要水源 我们尽量能处理 我们尽量能处理 我们尽量地处理 以至少减化氧化的消耗 这里的水是从家庭里的池塘 所有的黄色的水 都被池塘用在栋域的地方 我们有十个氧氧氧氧 为生物和栋 我们有一个食物系统 每个家庭都会收入食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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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收入食物箱 杜拜十二月平均气温达到摄氏31度 社区大面积栽种树木 创造遮阴处 广场与街区转角设有长条形风塔 利用对流导入达到街道降温效果 缩短住户开冷气的时间 这座永续城在五年前建成 趁着这次主办联合国气候峰会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向全球展现实力 摆脱化石燃料标签展现永续决心 好 我们刚刚看到了杜拜的永续城 包括了电力 用水 还有粮食 力求自给自足 那么永续城里头 其实也真的很多东西应应俱全 其中就包括了卖场 各级学校还有运动场馆等等 就如同刚刚有聊到了 我们就是很希望说 我们步行就可以达到这些地方 然后都可以享受到所有的生活的便利性 尤其是这个 优质教育 我们来看这张图 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 这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ASDGs里面的目标四 就是优质教育 这非常重要了 尤其如果是在竹科附近 我们都知道很多都是有年轻的家庭 然后都会有小朋友就会有就学的问题 而且是全台湾听说是幼年人口比率最高的地方 那么要怎么样来注意到这个 优质教育的部分就非常重要 听说你们的造政计划的做法非常特别 是干脆提供一个场域给县市政府说 那你们来盖学校吧 那非常特别 是 我想生育率跟教育 一直都是一个国家的大忌 尤其关乎到一个国家 他其实百年的竞争力 那在大型开发案里面 其实除了住宅以外 大部分他都着重于商业行为 也就是我们常在讲的生活机能 但现在随着这个 随着这个民众意识的抬头 对环境的要求 你看这个联合国他们也特别对这个教育 这个指标也提出一个 大家要去重视 所以这个案子我们也特别把这个 捐了一块地给新竹市政府 那新竹市政府 我们也非常感谢新竹市政府 他们是公办民营做了一个 其实这是一个国际计算 还蛮不错的一个学校 那这个个案它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幼儿园 它其实国中小 也是预计在今年 就准备开始招生 然后包含高中 也已经在做一个规划 所以变成说这整个大环境 它可以有把教育整个延伸进来 那因为它靠近新竹 所以这个高科技 他们其实生育率高 所得高 他们对教育的要求也格外地高 可是很多人会有一个疑虑又来了 我真的就是属于那种 会提出各种意见的居民代表吗 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很多人会觉得说 现在破话很多很多 那以后能不能够延续下去 能不能够永续这件事情 好的 其实我们 我们自己规划的案子 尤其是这种智慧城市 我们其实是十年代管 也就是说我们会经营这个城市十年 OK 因为我们就是为了让它能够永续 我想人会有一个习惯性 就是说当你在这八年十年 你的生活模式已经建立以后 他们就会有这个勇气和决心 去维护这个未来的生活 那么最后是不是想请李总来告诉我们 就是说永续这条路 其实现在真的风起云涌 对不对 但是这个路上还是有很多的困难 那么我们来看就是说 有哪些新的难题是需要克服 是不是为我们做一个总结 好的 其实永续其实是 已经是一个如火如荼 大家在不停的在投入很多资源 在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谈到新的难题 其实我们还是回归到根本 我们自己在规划一个 这样的一个智慧城市 我们发觉其实不论是技术也好 技术有太多技术可以选用 都不是一个相关的一个 我们称为叫障碍 最重要的障碍还是在于 我们希望有一个叫做原生的DNA 就是你如果要做一个智慧城市 你必须去清楚的把它的DNA处理好 未来它可以藉由不断的 我们称为叫成长跟教育 它就可以走得很长远 再来就是居民的所谓的认知跟素养 所以我们也运气蛮好的 我们第一个在规划 在思考的智慧城市是在组科 组科有很多的包括台积电 各个组科的不同的工程师 其实刚开始蛮惊讶的其实是 反而他们会想的比我们还要多 ESG的事情 他问我们说你砍了多少树 你这一块的树这一区你会砍掉吗 那一区你会怎么样吗 他在想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这跟我们说以前所看到的 一个建筑或者一个房子 只有location 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它更重视的其实是环境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DNA 最后我还是谈到 就是包括刚刚在台北市政府所谈的 你需要有一个基于永续 基于智慧城市的一个管理团队 这个团队它必须有一套机制 而且是透明开放 让市民参与的一套 完整的流程 这个才是他的灵魂 的确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我们知道就是说 未来我们要面临的挑战 一个就是气候变前 这个是佩然莫知能遇的 一个重大的挑战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 也提到了 很多的人口逐渐逐渐的 都会集中到都市当中 那么如何让这个智慧的城市 能够成型 靠的第一个当然科技创新 第二个就是你刚刚所提到了 大家都要有永续的共识 稍后一片刻 我们马上回来请别走开 好 很难得有民间的力量 愿意投注去建造一座 智慧城市 我们拭目以待了 今天非常谢谢你的加入 我是庄开文 同时也谢谢两位来宾的参与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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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